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45.5毫米 甚至还有三个小时内就累积了 雨量超过200毫米的状况 到稍早才渐渐的趋缓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接下来几天雨还会继续煞 从卫星云图 我们才看到整体的天气状况 其实就是因为受到了 热带性低气压外围云系 在跟整个低压带的影响之下 从南海到菲律宾东方海面 到台湾的附近 其实可以看到云量都是相当的多 尤其是台湾东北侧的 TD19热低压 接下来还会继续地朝东北来前进 所以会为台湾带来更多的藏雨 再加上风下浮河之下 其实水汽会移入陆地 各地都可能有藏雨的状况 而长期的藏雨情形 我们一起来看到 接下来其实午后水汽增加 各地的藏雨几率都增加了 而且对流望盛之下 容易有短延时的藏藏雨 而且是在晚上以后 其实基隆的北海岸 还有南部跟东南部地区 都有豪雨发生的几率 会一直从今天的晚上 下到明天的一整天 都是这波雨势最大的时候 而受到迪亚带笼罩之下 其实全台各地 都是有震雨或雷雨的状况 上市南部跟东南部 还有金门马祖 也都要特别来留意 而一直到下周 一可以看到 澎金马跟西半部 都还是有短暂震雨或雷雨的情形 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减缓呢 要到下周二 迪亚带渐渐离开 水汽才会减少 所以今天如果要出去玩的话 其实往北往南走都会下雨 所以要出门 一定要记得 西带雨具来备用 而且雨势是会比较大的 所以要避免前往西边 注意安全 最后来关心到 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26到29度 下雨几率很高 一定要记得带伞出门 而中部地区26到29度 同样可以看到 一样都是会下雨的 所以一定要记得 行车安排要多做调整 南部地区26到29度 而另外来看到 东部地区则是26到30度 外岛地区要特别留意到了 马祖金门澎湖同样会下雨 我是戴立冈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信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未经许三社区 未经许多参订